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因为最近工作室快要好了 所以收尾的时候就会特别忙碌嘛 因为在刚开始都是工班在可能拆除啊 或者是铺瓷砖啊铺地板什么的 就我们不太需要到现场嘛 或者是就是可能晚上去看一下 但是因为现在家具要进来 然后就是要整理啊 然后什么家具要摆放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更强的去密集 开始处理房子的事情啦 反正就是这样子 然后最近就是真的差不多快弄好了 大概还有10%吧 就是一些收尾的工程 然后我的工作室还在等一些家具的部分 那就是因为这样 我的工作室非常的空旷 那虽然它的空间很小 但是当有空间没有太多家具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最近是冬天 我就觉得特别冷 就是我觉得我家 像我自己现在在录音的这个房间 就是有床有书桌 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多摆设的人嘛 所以就整个房间感觉是温暖的 然后录音起来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声波如果传送出去 然后有很多的布啊 或是里里哭哭的东西 那它的声波就会乱反射嘛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空旷的感觉 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录音是要放柔软的布啊 因为布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光滑的平面嘛 那像之前我在录我的主Podcast的时候 如果我是在一个比较空旷的空间的话 通常我都会在桌上放一件外套 因为就是希望让那个桌面 因为有时候如果是那种大理石桌面 就会很光滑 反正就是尽量让光滑的表面要有东西嘛 所以房间啊 或是录音室才会放很多东西 才不会你走到一个房间 讲话就有很大的回音 但是今天我在我的录音室录音的时候 我一讲话 马上就知道不对劲 超空旷 那个回音就汪汪汪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突发奇想 我就蹲到桌子底下 因为我现在有的家具就是桌子椅子跟地毯 然后我就在椅子那边挂了一个外套 就是挡住我的那个前方的反弹的地方 然后我就坐在地毯上面 然后整个人是窝在桌子底下 想说我来录个音 结果殊不知我刚开口讲了两三句话 马上就有电钻的声音 因为今天我们是安装电子锁 就虽然工程的部分已经几乎都结束了 但是安装电子锁的话 他要把原本的锁给他就是这个 听说是挖下来 我妈是说还有那个火花 就是他们用那个电钻电锯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这个是Live工地Podcast吧 大家应该听不到我讲话 后来我就放弃 我就立刻在原地开始看 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第二季 然后因为第一季我本身就非常喜欢 然后我发现第二季好像很多人 就是褒贬不一啦 还蛮多人不爽的 可是我自己有把漫画全部看完 然后我真的真的很喜欢 所以我在想 有可能没有看过漫画的人 会有一些不同的心得啦 然后我刚刚想说 我本来要开始分享 经济之国的闯关者的心得 但是我觉得等到我真的看完 我再直接录一集Podcast好了 因为今天我们是读书会的单元 差点变境况更新 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都没有办法录节目 但是因为工作是快要落成了 所以我就比较有时间跟空间 可以好好的回到我生活的正轨 那我们今天的读书会呢 就是要从第三章跟第四章下手啦 那稍微前情提要的话 第一集聊的是20年代的时代背景 然后跟小说作者废字解罗的一些特色 那第二集呢就是正式开始聊小说的第一二章 那在第一二章呢我们看到了这本书的叙事者尼克 就是Nick Carraway 他有点类似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 算是回忆吧 他在20年代的时候在纽约 经历到这些非常精彩 狗屁刀招很混乱的事情 那一开始呢总之他就是到了纽约来打拼 然后因为呢他的表妹跟他的同学都在纽约的东区生活 那在书里面呢他的这个区域叫做蛋 所以呢他们是住在East Egg 也就是所谓比较像是老钱的人 比较传统意义上觉得很high class 一直都很有钱的这群人 他们住在是东卵的地方 然后西卵的话就是聚集了一些可能比较刚开始发家 开始致富的一些所谓新钱 就是New Money这群人 好所以故事大概就从这里开始 那上一次呢大家应该有看到就是尼克在这个 他的大学同学汤姆的带领之下呢 真的是体验到了非常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他的大学同学汤姆虽然跟他的表妹结婚了 但是呢就私底下还是自己养了一个情妇 然后甚至汤姆就直接把尼克带去 他跟亲妇的小房子开趴 所以他就因此目睹到了很多纸醉金迷 跟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大概是上一集发生的事情 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三章 我们终于要看到尼克他是如何闯进盖茲比的生活 或者是反过来说盖茲比到底是如何闯进尼克的生活呢 因为如果我们用非常肤浅的方式去想的话 这两个人的背景好像差非常多 盖茲比是一个没有人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可是他似乎非常有钱 然后大家还讲说他可能是谁谁谁 就是某一个皇族的这个什么侄子啊之类的 那尼克呢就是一个家里还算OK 然后到纽约打拼的小伙子 那这两个人到底为什么会搭上线呢 这个就要从尼克回忆起的一场派对开始说起啦 那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呢 尼克就稍微讲了一下 就是在他刚到纽约的那一年夏天呢 盖茲比的家里每一个礼拜都在办非常非常豪华的派对 那他还蛮巨细迷的形容 就是说都会有车一直载着人到这个派对的会场 就是他自己有那个接驳车 然后每一周都会有新鲜的水果送到 然后呢他们就拼命的让仆人去榨汁 然后让这些宾客有好喝的饮料可以喝 然后每个礼拜都会一直周而复时的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会不禁想啊 请问这个人是做慈善的吗 因为他很明显他也没有收门票 那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就是一批批的来来去去 然后这个派对会持续到非常非常晚的时候 那在菲兹杰罗的文笔里面呢 他就有形容说 这群人他们就是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角色 例如说很多年轻女孩啊 就会在那边非常有自信的穿梭来穿梭去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人可以认识啊 或者是一些想要就是寻找一些生意机会的人 也会在那边寻找他们的肥羊 那其实也有一些从东卵好像于尊降贵来的人 就是好像心前办的什么土豪趴我来看看 但是呢又不敢玩得太开心 觉得好像自己不能那么low跟他融为一体 然后就自己窝在角落 就是一个牢钱桌的感觉 所以尼克就是注意到这些现象 那为什么尼克会来到这个地方呢 很显然他感觉并不是一个对于这种派对 好像非常兴奋的人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纸醉精密的人 我们可以说他可能有好奇心 但是呢他会来到这个派对原因 跟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一样 他是少数真的有被受到邀请的人 因为在派对里面呢 你看到很多人你可能随便问问他 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左看右看没有一个人认识 这里的主人盖兹比 那尼克呢他是怎么样受到邀请的呢 我觉得是非常礼遇级的 是有一位盖兹比家司机 然后送来了一张请帖 上面就说希望你可以去参加我这个小小的聚会 想说会不会太谦虚 是大大的聚会吧 然后上面还有就是很庄重的笔迹 就是好像他真的是一个贵客这样子 所以他一到现场就想说 啊这是这么大的派对 我要赶快跟主人说声谢谢吧 起码要见到他本人吧 就会发现都没有人认识盖兹比 也真的太怪了 然后总之呢 他就在那边一直左看右看 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 也就是我们在第二张认识到的这位运动员 Ms. Baker 那贝克小姐呢 在这一张就有更明确的讲说 他是一位高尔夫球选手 所以他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名人啊 就是你看报纸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所以他看到贝克小姐的时候 就马上找到一条浮沫 真是太开心了 然后贝克就是在现场跟几个女生聊完天之后呢 就跑到尼克旁边 就是类似跟着他一起走来走去 也带他去跟不同的人聊天啊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尼克也就是观察到我刚刚所说的 有很多不同的人在这个派对里面 然后每一个人似乎都是抱持着很奇怪的心情来的 那我为什么说奇怪呢 就是因为他在贝克的带领下 跟了一群很年轻的女孩子聊天 那这群女孩子很显然就是觉得 啊有派对不来吗 然后其中一个女生他就说 他上次来的时候 他把他的裙子弄破了 然后结果他在一个礼拜之后 他就收到了一件全新的晚礼服 而且非常非常的昂贵 那通常啦 我们如果说一般人 如果说我好了 我就参加一个派对 然后我在那边把我的裙子划破了 然后就派对主人 隔天就送了一件新的晚礼服 我会感觉怎么样 首先如果他真的是完全超出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我可能会退回去 但假如说我是真的在派对里面被人家泼到酒 然后派对主人觉得不好意思 然后真的送了一件差不多的 或是比那个再更好一点点的给我 我应该会感激替领到不行吧 直接把它列在我的那个 就是小本本上面的恩人录啊 就说这辈子一定要感谢的人一百个 其中之一就是他这样子 就一般人应该会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跟感动嘛 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周到 但是这位拿到全新晚礼服的少女 他居然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人做人这么周到 真的是真的是很神奇耶 他一定是不想招惹到任何人 然后就有大家这时候话匣子就打开啦 就说哦我跟你讲 盖茲比我听说他曾经杀过人 然后又有人讲说 我跟你讲 他看起来很像德国间谍你知道吗 然后又有人说 哦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讲说 他们一起长大 他们一起在德国长大 所以他一定是德国间谍 然后我就想说你们这群人 你们好意思 第一个就是其中一个 他拿到了主人送给他的全新晚礼服 当做说好像补偿他 你不感谢就算了 你还立刻八卦起人家讲的 好像一副是人家很怕被别人说什么 才给你就是补一件洋装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整个心态就是 非常的完美描绘这群人的市块 跟那个叫什么吃相很难看嘛 就是你来这边参加人家的派对 结果你还在那边说人家主人的坏话 那总之这些言论呢就一并被尼克听到耳里啦 那他当然越听越想说 所以盖茨比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 怎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版本的他呢 那这边的话就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 原文里面我觉得捕捉的很好的一句话 因为我前面有特别提到就是东卵跟西卵嘛 那上一集当然也有聊过啦 就所谓的心前跟老前 那心前跟老前之争 不能说之争啦 就是说大家对于心前跟老前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一些两者之间的矛盾 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好的被体现出来 那这一段原文呢 我觉得写的是非常的精妙 那我就跟大家朗读一下 然后因为我也有就是找了中文版 那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中文版翻得还蛮棒的 就朗读一点点给大家听啦 那这一句原文它是说 那这一句它的上下文呢 就是在刚刚我不是讲说 尼克跟不同宾客在聊天吗 那其中一桌呢 就是作者三对夫妇 还有一个大学生 那这大学生是原本跟就是贝克一起来的 就是乔丹贝克原本跟着这个男生来呢 那这个男生好像本来想说 他跟贝克小姐可能可以有点什么 那总之这三对夫妇呢 应该就是自己觉得 代表了这个东卵的老前精神吧 所以这一句他才会说 这桌人并没有到处交谈游走 反而正经为座 仿佛自己代表了举止 庄重高贵的绅士 从东卵阵屈尊光临西卵阵 小心翼翼的提防者 生怕陷入纸醉金迷的欢愉之中 为什么我会一直说 他真的翻译得很好 因为我觉得贝斯杰罗的文字好难翻译 而且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 你很想骂他说 你没事用那么多奇怪的字干嘛 可是他又不讲废话 就是他的华美词照 不是废文 我觉得这个是华美词照的顶端吧 就是说你用了一堆华美词照 就很想圈起来说 干嘛用那么多仙然字词 可是你又发现说 他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精确 就好像也找不到 其他字可以代替 我觉得费斯杰罗 就给我一点这种感觉啦 对总之呢 我觉得这句话 他本身就非常的荒谬 就是今天也没有人逼你来 然后你爱来 又好像一副不想融入 其实 这种心情好像也蛮可以理解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很想去某些场合 或是你就觉得 这种场合不是我该去的 可是你又很好奇 很想去看看 然后去了就觉得 我就知道 这种人真的low死了 就可能可以理解吧 可是我又觉得 那你就不要来啊 你不要来了 在那边装 觉得好欠扁喔 对但总之 这群人就是这副德行啦 那我觉得就还蛮好的去 捕捉了 就是这些某一些老钱 他们可能对于这种 吸卵症的纸醉精迷 其实是向往的 但是同时又有一点看不起这样子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屈尊降跪嘛 好啦那接下来呢 贝克他就觉得 这整个场子有一点太拘谨了 所以他就带着尼克 想要说换换空气 他们就走到了图书馆 殊不知一到图书馆 又看到了一个就是很怪的人 那这个怪咖呢 他想必就是一直喝酒 所以就是一直处于一种很呛的状态 所以他就开始大肆跟他们讲说 你知道这个家的主人 他的书 他在图书馆摆的书居然都是真的耶 你想说 不然呢 图书馆不放书要放什么 然后结果他就开始很认真跟他讲说 我以为这个盖子笔 就是可能会放一些假书 假装自己就是拥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之类 他说但是你看看 这些书里面有写字耶 有页数耶 而且呢 因为以前的书是要用那个 就是刀子 就是一页一页割开 就如果你要看的话 一页一页就是把它裁开 然后他就说 你看这些书都没有被裁过耶 然后他们两个想说 你这个人真的是喝太多了 啊就 他就真的有买书美 那后来那个人又开始诡打枪 一直要跟他们解释说 这些书多真实 所以他们就赶快逃离那个图书馆这样子 那逃离出来之后呢 尼克 几杯黄汤下肚也开始慢慢觉得 看着这些很荒谬的景色 看着人们在那边彼此交谈 然后音乐这样此起彼落 甚至看到了一些老男人 跟着一些漂亮妹妹在那边扭腰摆臀 也渐渐觉得好像可以享受 这个派对的气氛了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跑来跟他攀谈啦 那这个人就跟他讲说 诶你是不是曾经在哪一个哪一个部队啊 然后他就说 哦对啊 然后那男人就说 哦我在另外一个部队 难怪我觉得你很眼熟耶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后来他就讲说 诶 All Sport 我买了一架水上飞机啊 明天我想要试飞 你要不要一起来 然后他就说 呃什么时候啊 他就说 哦都可以啊 看你方便啊 那这个时候呢 乔丹贝克又跑到他身边 他就说 诶你现在玩得开心吗 他说 哦 蛮开心的啊 因为他就是现在有在跟人家聊天嘛 然后又喝一点酒 比较放松啊 然后他又转过来跟刚刚认识的这位朋友说 哦就是虽然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主人耶 其实我就坐在隔壁啦 他说就是这个主人 盖子比啊 派人送来一张情帖 结果那个瞬间 他认识的这位新朋友 就是看起来很困惑 我想说你在说什么 这位新朋友呢 就说 呃我就是盖子比 然后他就吓死 他说什么 你就是他 你你怎么不说 然后呢 结果这位盖子比就说 哦不好意思 我以为我们正式见过面了 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失职的主人 这样子 那同时呢 他每一次要跟尼克说话的时候呢 他就是开口闭口 就一直叫他old sport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必须要先暂停一下 来讨论一下这个old sport 因为我非常非常清楚记得 这个old sport 应该算是盖子比 呃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口头禅 就是他逢人 应该说他逢尼克 就会叫他old sport 那这个old sport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想成就是 呃英文里面现在大家喜欢说 嘿 bro 嘿 mate 就是看到你的好兄弟 就可以叫他一声bro 就是嘿哥们 类似这样的感觉啦 但是old sport 就是比较像是那种 很经典老派的用法 那翻成中文 有人会说是无有 但是呢 我看到蛮多 就是中文翻译 他们会直接保留old sport 因为他 如果你把它翻成无有的话 其实我们中文读者 在读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感觉 因为他其实这个old sport 很重要 那等一下我们会解释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决定把它保留原文 是非常聪明的决定啦 好那总之呢 他现在就揭晓了嘛 哦 盖茲比原来在这儿啊 然后我觉得接下来呢 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小段 就是他对于盖茲比的叙述 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神奇 他说盖茲比呢 他露出了一种 非常罕见的微笑 这种微笑呢 你一辈子可能就会遇到四到五次 这个微笑呢 可以让你就是瞬间感到放行 然后会觉得那一剎那 他的注意力全部在你身上 就是感觉好像他用一个微笑 给你全世界这样子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句 更神秘 我直接先念一下原文给大家听 他说 那这几句话的神秘之处就在于 他理解你 恰好是你想要被理解的程度 他相信你正是你想要相信自己的那个样子 你留给他的印象 永远都是你状态最好的那一刻 所留下的印象 我想说 这人也太神了吧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这种气质 也太完美了吧 就是他不只是他了解你 他是了解到你刚刚好想要的那个感觉 那我觉得这整段叙述 就正好很符合接下来尼克的观察 他说他觉得 这个人讲话文绍绍的 而且仿佛他每一句 都是精心挑选过的词汇 那就包含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Old Sport 那这个Old Sport 事后呢 很多人当然就是在分析啊 或是推论 因为当然就是盖茨比本人 没有解释 他为什么要一直使用Old Sport 但是Old Sport 他就是会立刻带给人一种 好像你从小是在一个 很传统富养家庭下成长的小孩 不是那种你知道街头地痞的感觉 所以说好像他仿佛是很认真在塑造某一种人设 才会有那种好像对于每一个文字都这样 精挑细选的感觉嘛 只有你在认真打造一个形象的时候 你才会做这种事情嘛 平常你跟人家派对聊天 你还会去想说 哦接下来我要讲个什么成语来 让他觉得我很聪明吗 应该是不会吧 对不对 那我个人其实就强烈的推论啦 就是除了盖茨比 他可能真的有这么样神奇的人格魅力 他能够散发出刚刚好的气质 散发出刚刚好的信任 与就是爱 来让你觉得自己被理解了 但是又不会到真的侵犯到你的那种程度 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 他也很小心翼翼的去展现他自己 来让每一个人 或是让他想要去得到喜爱的人 能够感觉到很舒服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能力 但同时你也会去思考说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这里的宾客这么多 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 这是看到现在应该会有的一个小疑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那当然就在盖茨比 想要继续跟尼克多聊点什么的时候呢 他的管家就跑过来了 就说啊 芝加哥那边有人打给你哦 然后就是应该是工作的事情 所以他就立刻跑走了 那他在走之前呢 他就说啊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尽快开口咯 那尼克这时候就转头看着贝克小姐 他就说 哎我以为盖茨比会是一个就是中年大叔 结果他居然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帅气小伙子 清清爽爽的 然后贝克小姐就说 哦他之前还跟我说 他是在牛津上学的 不过我不相信 然后尼克就说啊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然后他就说 我就是不相信啊 就他的语调啊 什么的就是会让我觉得 好像他去牛津这件事情 应该是假的 那贝克小姐的这番话 也让尼克开始思考说 盖茨比他说的话 或者是别人说的这些猜测 到底有哪一些是可信的呢 因为说真的 一个这么年轻的人 然后就横空出世 买下了一个大豪宅 这件事情应该会让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 那他到底哪来的 他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啊 他到底哪来这么多钱啊 就是一般乡民可能就会想说 看到网络上那种 就是你知道很有钱的人 就会想说 啊你是你家版就很有钱 还是你到底做什么非法勾当 就你知道很多时候 算民都会这样猜测嘛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猜测 你也不能说他错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尼克 他当然就觉得说 盖茨比这个人 就是有好多神秘的地方 我无法理解 我这个人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呀 但是呢 他们其实也没时间想那么多嘛 那个贝克他也说啦 不过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派对很棒啊 我很喜欢大派对 然后他们就继续开始享受 这个派对的种种 但就是他们享受着音乐 享受着这欢愉的气氛的时候呢 贝克小姐突然又被管家叫走了 管家说呢 盖茨比想要跟贝克小姐单独谈话 所以这个时候又有一个大问号 就是盖茨比举办了这么大的宴会 但他为什么 就是特别邀请尼克 来跟他去玩什么水上飞机 然后又特别把贝克小姐找去 就是一对一面谈 就到底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现在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接下来尼克拉落单啦 然后呢 他就看到各种就是很荒谬的现象 你知道派对散场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故事集合嘛 那他就看到有人就是边唱歌边哭啊 哭到那个睫毛膏 整个都花成一团啦 然后也有看到就是老婆不想走啊 或是指控老公在派对上面 跟年轻妹妹打情骂俏啊 然后大家在那边吵吵到哪边你拉我扯啊 什么的 那看完这些荒谬的景象之后呢 乔丹也从盖兹比也办公室出来了 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呢 就做了一件人人都应该会觉得非常欠扁的事情 他就说 哦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 然后他又讲说 啊 可是我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了 结果我在这边跟你掉胃口 哎呀天啊 这件事情真的好惊人 我就想说天啊 真的想一群猫下去 你不讲就不讲 要讲就讲 在那边吊人胃口 什么意思 就真的是觉得很生气 然后乔丹贝克他就说 啊我要走了 那希望你要记得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呢 就是打给我姑妈家就可以了 然后乔丹就离开了 那尼克他也想走啦 他本来想说要赶快去找盖兹比 至少要跟他置个亿再离开 那盖兹比也很开心 也就跟他讲说 哎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 我们要一起坐水上飞机 那因为他的工作一直都很忙 所以他才讲完这句话 又匆匆的被叫走了 又要去跟费城的人谈生意了 这样子 到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不过很显然 他是一个日理万机的大总裁 那在尼克要离开的时候呢 他又看到了非常荒谬的景象啦 那这个景象非常的恐怖哦 如果发生在现代 应该就立刻上新闻了 就是看到有一台车 一台全新的车就躺在水沟里面 然后轮胎呢 就是整个离开 离开身体这样子 然后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结果大家就在那边堵车啊 狂按喇叭啊 结果这个把车子弄到水沟里面的人就说 嗯 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耶 我也不会开车耶 然后这时候大家才发现 原来真的在开车的人卡在车子里面 然后结果大家就试图想要解决问题嘛 结果那个呛吊的人啊 就是没有开车也不会开车的那个人 他就说我们要赶快倒车 把这个车子弄出来 然后就尼克就说 可是轮胎已经掉了 你要怎么开车 就是没有轮子的车子要怎么滚 然后他说我们就试试看嘛 然后他就说可是轮胎已经不在车子上面了 你就想说这个对话到底要进行到哪里去 就是完全无逻辑 然后反正这个晚上呢就这样结束了 尼克就说他重读他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呢 他就想说会不会大家以为 就是他在纽约大部分的时候都在参加这些纸醉金迷的派对呢 但事实上不是的 他只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 但是他绝大多数的时间 他其实都还是在研读债券啊 就是一些投资理财啊 因为他在纽约呢 是希望可以在就是财经的这个行业里面 可以闯出一番成就嘛 所以他在工作之外呢 就是努力研读书籍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会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餐 因为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然后有时候他就会自己站在路边 然后看着路上的行人 想象着他们要去哪里啊 或是想象着这些漂亮的女孩子 他们接下来会走到哪一些房间里面 就是纯粹的以一个有点孤独 都市小职员的身份 看着这个大城市纽约的这种匆匆忙忙的人们 那他自己也开始慢慢习惯 然后也开始喜欢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接下来呢 又讨论到了乔丹这个人 因为他有一阵子忙着工作嘛 那后来呢 他也真的打电话给贝克小姐了 那他们有约出来 然后这边就有一段 他对于贝克小姐的观察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说 跟他出门的时候会有一种虚荣感 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嘛 他是一个有名的人嘛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认识他 那你当然也会感受到 就是我好像跟一个很重要的人出去走这样子 但是他就一直发现 他是一个很喜欢对这个世界 摆出高姿态跟冷酷感觉的人 其实我觉得蛮明显的啦 就他有一种好像他都一定是 这个派对里面的cool girl 他一定是最人间清醒的那一个 他绝对不会是那个low掉的 或是太用力的人 其实在每一个章节 只要看到贝克出现的时候 你都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格特质 在现代的社会也很常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应该是很可以去想象的 那尼克就一直觉得说 在这些高姿态底下呢 一定藏了一些什么 他就对贝克非常的好奇嘛 但同时他也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并没有爱上他 只是他很想要了解他 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他这样子 那后来他慢慢发现就是 乔丹贝克他其实是一个 蛮喜欢说谎的人 就是他可能会为了要隐藏 他做某些事情的真正原因 就例如说他有发现 他在派对里面可能会 让车子淋到雨 然后还特别说谎之类的 就是你不太确定他 到底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但是他就回想起来 贝克他之前在职业上面 有一次丑闻 就是好像有类似作弊的嫌疑 就是可能为了要赢这样子 然后他也回想到说 他其实并不是家境非常好的 就是并不是家世 非常显赫的一个人 所以说他做这些事情 我看完这一段我的推论 就是他如果想要在这种 上流社会生存的话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高姿态 来去弥补他 先天上可能没有办法 像老钱一样这么 就是生下来就怡然自得 好像无后顾之有的 做任何事情 所以他必须要比较表演性质的 去把这样子的怡然自得 升华成冷酷 好像他做什么都是最酷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就是质疑他 这样子 那他也发现说乔丹 他其实都会尽可能的避免 跟非常精明的人待在一起 应该也是因为 如果你真的跟精明 或者是非常善于分析 看透人心的人待在一起的话 乔丹他这样子性格的人 很容易就会被看穿嘛 因为他的好胜心 其实蛮明显的 所以他极力的想要有点 类似用自大 去隐藏某种程度的自卑 其实是容易被看穿的 所以他是很有意识的 在选择他身边的伙伴 那其实尼克 为什么会是一个好的伙伴呢 我在这边先推测 就是因为尼克 他是一个不容易 就是喜怒不行于色 然后他也不容易 对别人下判断嘛 他有这样子的特质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第一张说 他是一个怪人吸引机啊 就是怪人都会想要找他聊天啊 就是他散发出一种 好像他不会轻易的 对你下评断 所以我相信乔丹 贝克也是有感受到尼克身上 这样子特殊的气息 那有一次呢 他开车啊 就非常非常的不小心 然后尼克就说 诶 你开车不小心 这样怎么可以 他就说 不会啊 我不小心没关系啊 别人会小心啊 反正一定要两个人都不小心 才会有意外嘛 然后尼克就想说 你说这什么鬼话 要是有人跟你一样不小心呢 他就说 那就希望我永远都不会遇到咯 我讨厌不小心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 那尼克本来是在跟他吵架嘛 就是算是有点跟他争执啦 瞬间他觉得乔丹这句话 转变了他们整个关系的那个 中文要怎么讲呢 就他们关系的整个调性 他们本来可能是那种朋友介绍 然后就是偶尔会一起出去的 算朋友吧 但是现在感觉有点在打情骂俏咯 他刚刚居然讲说 我希望我永远不会遇到不小心的人 而且我讨厌不小心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 好像是在称赞说他很小心 但是同时又觉得说 你话可不可以好好讲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这样子 当然尼克也很清楚的感觉到 他跟乔丹可能 虽然他没有真的爱上他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 也许有一些要改变的契机了 所以啦 他在原本的家乡 其实是真的有一个 还算是 可能可以说是女朋友的存在吧 就是互相会写信 然后会在署名上面写 爱你的尼克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他就觉得好 那应该是时候要慢慢结束这段关系了 因为呢 他在这一章最后还写说 他觉得在道德良知上 他必须要这么做才对得起自己 而且他觉得诚实就是他的美德 他也说他自己是少数 他认识的人当中 还算是诚实的人 我觉得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算蛮可以看得出来 他虽然不是那种生气就暴怒 然后看不起就直接说出来的人 但我觉得至少他不会说出违心之论 这点我算是可以同意的 那第三章就在这边画下句点啦 其实我觉得他每一章的资讯量都蛮大的 像这一章我觉得 我自己最喜欢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是他跟盖子比的第一次相遇 然后还有盖子比他身上散发出的这种 非常迷样又迷人的气息 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叙述 让盖子比这个角色非常的难演 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把他演成一个大油男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露出那种让人觉得自己被完全理解的感受 但是又不能够太过侵入性 太过温柔 就是很难拿捏就对了 对 然后再来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就是乔丹贝克这个角色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角色也不好驾驭 因为他其实应该要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光鲜亮灵 而且非常酷的人 可是同时他的这个裤底下又带着一种 一种做作就我觉得这个做作不是说在批评他 因为我觉得其实社群软体非常符合乔丹贝克在做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社群软体他就是一个他推崇不努力看起来就完美的这样子的一个假象 就是好像你要看起来毫不费力 你要看起来天生酷 那我觉得乔丹贝克他就是努力在做到这件事情 而且他努力的不让别人去质疑他 所以他散发出来的是那种比较冷酷一点的这种个人氛围啦 对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两个角色有什么看法呢 那总之 尼克跟盖子比现在是正式认识啦 那第四章的一开始呢 我觉得可能因为整本书的调性是类似尼克的笔记分享嘛 所以呢他就开始列出了东卵镇跟西卵镇 有哪些他记得的重要的人物曾经来过盖子比加 他把他所有记得的人名跟家族名全部都写下来 然后就列出了真的是巨细米的细节 例如说这些人可能是在什么电影院工作啊 然后谁是来赌博的啊 谁是几乎就住在盖子比加啊什么什么的 那其实我也蛮好奇说这些人民里面有哪些是当年读者看了 会真的觉得说好像他们知道是谁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真实的名在里面 还是说几乎都是虚构的啦 但总之作者画了蛮多篇幅去列举的 就仿佛好像这些事情真的有发生过一样 就是在那一年夏天盖子比的家非常非常辉煌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造访过这样子 那可能很多人盖子比一面都没有见过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来到七月底 那在七月底呢盖子比就开着他的豪华轿车 然后又说早安 O Sport 我们今天要一起吃午餐 我们就开车去吧 然后他就开着他就是非常漂亮 而且高级的车子 他就说O Sport你看看我这台漂亮的车 很赞吧 就是不停的一直讲O Sport 那在这里就会忍不住想说 他是不是特别想要就是利用O Sport这个词汇来一直加深 无论是尼克或是其他人对他的印象 就是我是老钱 我是老钱 我是老钱 I'm old money 我就是old money代表 这样就是你会忍不住想说 你是多么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上了车子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前往纽约嘛 那其实他们在前面的时间 就已经有陆陆续续见过几次面了 但是在见面的时候呢 你一刻就发现说 好像他们没有什么能聊的话题 所以其实这位有钱 然后又神秘的大亨 对他来说 已经失去了很多色彩 就是好像没什么好了解的 就知道他有钱 他很帅气 就这样 好像也没有什么共通点 那接下来呢 盖茨比就开始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问题 他就说 嘿O Sport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啊 然后他又说 我来好好的告诉你 我的来历好了 他就开始盘古开天哦 他就讲了一个非常荒谬的故事 他说我要跟你讲最真的话 我真的是要坦诚相见 他说我身在一个中西部的有钱人家 然后我家里的人全部都过世了 然后虽然呢 我是美国人 从来在美国长大 可是我是在英国牛津受教育 因为我家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受教育 然后这个时候 尼克他就瞬间理解 为什么乔丹贝克之间 我会说他不相信 盖茨比是在牛津大学受教育 尼克他也觉得说 刚才自己比较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语速特别快 好像仿佛在说谎一样 就是有一种你无法相信 他这句话是真实在叙述一个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样子 然后他就开始随便问问 他就说那你住在中西部的哪 他说哦 就金山 他说我家人全部都过世了 所以我就继承了他们的财产这样子 后来啊 我就到了欧洲 生活像贵族一般啊 我就到处收购珠宝啊 打打猎啊 然后画画啊 然后这些都是为了要忘记 很久以前发生了一件让我很相信的事情 然后尼克就很想笑 他就费尽了洪荒之力 才就是忍住不笑 他想说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 听起来就是很像 真的是瞎掰的 就很像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哦 我就是百大企业的某一位大亨的女儿 然后我基本上就是读贵族学校 然后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会在哈佛大学受教育 所以我是那个哈佛大学会计系毕业 然后毕业了之后呢 我基本上就是环游世界 然后每天都在那个东方文化酒店这样子 好了 应该是会有人相信啊 但总之就是你讲完这句话之后 大家可能就是会有点想笑 我就觉得说 诶 请问就是你是在 把一些那种名媛的故事copy过来吗 这样 反正他就是讲了一个 没有什么确切细节 然后又很浮夸的一个故事 他就觉得 到底要我怎么相信你 每天在欧洲收购珠宝打猎啊 好奇怪啊 那虽然他讲的这个 好像都是在把一些那种 就是你知道 二流B级片的那种角色介绍说出来 但是呢 他就继续说啦 他就说 啊 后来战争开打了 那我就想说 其实对于 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希望 就很想死 所以就想说去打仗 就殊不知我还立下了战功 然后我还得到了什么 勋章这样子 然后他还给他看那个勋章本人哦 然后后来他还跟他讲说 啊 我还有一个东西随时戴在身上 就是我在牛津的合照 哦 你看 就是这张照片这样子 然后呢 照片里面的确是一个 看起来比较年轻的他 然后就是跟一些运动选手们 就是应该就 学校的校队这样子 然后大家一起合照 然后他就想说 嗯 有这个 就是勋章 然后有这个照片 那一切一定都是真的啦 对吧 应该不会有人特别去弄 什么假照片来骗我吧 发生在2022年可能大家会觉得 嗯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要想这个是1920年代 大家应该不会想说 照片是假的吧 都有实证了 一定是真的啊 那他就觉得 哦 好好好 那我就相信咯 这样子 那当然首先我要先讲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 对我做这件事情 我应该会想说 你想干嘛 就是 你为什么会突然就是跟我交代 自己的身家 然后还把照片跟勋章拿出来 就是 有必要吗 就是你们也才见过几次面 有必要这样子 盘古开天的跟别人介绍自己吗 那总之 盖茨比做了这件事情 很显然就是希望 就是他可以迅速的 让尼克对他不再有这种 很奇怪的猜测 或者是 很多的戒心这样子 那他也说啦 他说今天要请你帮我一个大忙 那你今天下午呢 就会知道详情 然后他说啊 吃午餐的时候吗 他说没有没有 因为你下午要跟贝克小姐喝茶嘛 那你跟他喝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然后他心里 第一个反应是说 哈 你爱上贝克小姐了吗 他说不是 不是 Sport 是贝克小姐答应我 要帮我跟你谈某件事情 那这个时候 尼克又觉得有点小不爽啊 第一个就是 因为他跟贝克小姐 现在是已经有一点在 就是搞暧昧的状态了嘛 今天如果你再跟一个人搞暧昧 然后结果另外一个人跟你讲说 哦 就是他要帮我跟你讲某一件事情 你不会觉得就是心里怪怪的吗 就尼克应该会想说 你托路里在卖什么药 你可不可以就是跟我讲清楚啊 有什么事情还要透过贝克小姐 跟我讲吗 你自己不能讲吗 你没嘴巴吗 就我觉得他心里应该 有这样子的OS 所以他就是 心里就微不爽这样 然后中间呢 他们还没看到目的地 还被警察拦下来 然后结果盖兹比 就秀给警察一张卡片 警察马上就说 哦 盖兹比先生 我不要是你 就是请您 就是走吧 一路顺风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之前帮过警察局长一次忙 所以呢 这个警察局长 每年都会送卡片给他 所以他在警界 其实也有很强的人脉 就不禁让大家想说 他到底是有多么厉害 就是他不仅钱赚得多 受了好的教育 又有一个这么好的人际网络 这样子 那接下来到了中午 他们终于要一起吃午餐啦 那在吃午餐的时候呢 一位盖兹比的朋友就也出现了 然后盖兹比就想说 他就介绍他们认识一下 他就说啊 尼克 这个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大概是50岁左右 然后他们就想说 那就一起用餐吧 坐下来之后呢 盖兹比就开始跟尼克讲说 Oat Sport 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那番话 是不是惹你不开心了 那尼克也非常诚实 他就说 我只是觉得 有什么事情不能现在讲 一定要这样神秘兮兮的 就让人很不舒服耶 他说为什么你一定要透过贝克小姐 来跟我传话呢 然后盖兹比就跟他澄清了 他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贝克小姐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员 他愿意来帮我这个忙 他还是四两拨千斤 他并没有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偷偷摸摸的 那也因为他需要去打个电话 就突然跳起来 然后就离开了现场 那这个沃尔夫山姆先生呢 就开始跟尼克讲说 这个盖兹比啊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人 我认识他好几年了 他真的是一个就是 你一认识就觉得说 这个是你可以介绍 给妈妈跟姐姐的那种人 就是非常正派 然后人见人爱这样子 而且他讲说 他非常的棒 就是说他绝对不会 看别人的老婆一眼 就绝对不会去招惹朋友妻这样子 是一个在他心中 很正直的一个人这样子 那这个沃尔夫山姆先生呢 就跟他讲了 一大堆有的没的资讯之后 就吃完了嘛 他就说啊好了我要走了 你们年轻人继续聊啦 因为我已经是个中年大叔了 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聚会啦 我不要扫你们的信啦 这样子 然后就挥挥手就离开了现场 那接下来就剩下 盖兹比跟尼克在吃饭 然后呢尼克就想说 所以刚刚这个生意伙伴 就是盖兹比认识的这个人 他到底是谁啊 他本来想说 他会不会是什么 百老汇演员之类的 结果呢盖兹比就说 哦不是啦 他是赌徒 他是1919年操控世界杯 棒球比赛结果的那个人 然后我就想说 嗯什么意思啊 什么是操纵比赛结果 我就想说应该就是打假球的意思吧 目前这是我的理解啦 就大概是类似这种事情 那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 对吧 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罪犯嘛 然后结果尼克就很惊讶 就说世界杯操纵比赛 他就说 我以为这种事情是人无法做到 他怎么做到这么恐怖的事情啊 他就说 哦因为他看到了机会啊 而且他们抓不到他 就是他是个聪明人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当下 我不知道尼克有没有这个感觉啦 就是 哇 盖兹比看起来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但是他又跟一个操纵世界杯 棒球联赛的这个赌徒 这个罪犯 是一个这么好的朋友 那这个我就会对他的职业 或是他的生活画上的一个问号 就会觉得说 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 才跟这个人搭上线的呢 对呢 就在这个时候 尼克呢 就看到了一个熟人 出现在这个餐厅里面 然后他就立刻冲过去啊 他就说 哎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我看到了一个熟人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打招呼 他看到了汤姆 他说 哎 汤姆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汤姆就说 哎 你才为什么会在这里吧 你怎么跑那么远来吃东西啊 好久不见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尼克就说 啊 我跟盖兹比一起来这边吃东西啊 他说 啊 盖兹比这个是汤姆 是我的大学同学 然后他们两个就握了握手 但是呢 盖兹比脸上就看起来就是很紧张 然后脸很紧绷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他本来想继续回头跟盖兹比说 汤姆的事情的时候呢 盖兹比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想 你跟汤姆之间又有什么纠葛 但很显然 汤姆好像也不知道盖兹比是谁嘛 所以这里的谜团又更大了 那时间就突然 转到了下午 那我们刚刚说什么 就是尼克他下午要跟贝克小姐喝下午茶嘛 那这个时候呢 贝克小姐就开始讲古啦 就是为什么贝克小姐要去转达 特别的某一件事情给尼克呢 那贝克小姐呢 就从四年前的故事开始说起啦 当时呢 她还是一位小女孩 那当时戴希 也就是汤姆的老婆呢 是镇上最漂亮的女生 所有的军官都想要跟她约会 因为她长得又漂亮嘛 然后家世又好 那那个时候呢 乔丹也一直很想要就是跟戴希一起玩啊 因为她小戴希一些些 然后当时呢 她就看到说 虽然戴希这么的受欢迎 可是她就是情有独钟 一个军官 那这位军官她叫什么呢 她叫做J.Gatsby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说 盖茨比 这个姓是一样的耶 然后呢 她没有想到说 四年后 这个在纽约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得 盖茨比 就是她当年看到的军官 J.Gatsby 所以一切都串起来了 原来盖茨比跟戴希是旧情人 那当然啦 贝克小姐她就立刻再继续回想了 就是当时他们两个这样打得火热 可是某一天 因为盖茨比她是军官嘛 所以她必须要去出国打仗嘛 所以呢 她就想要去送别 想要跟她 就是做最后的道别这样子 结果她家人就阻止她 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隔年呢 她又继续的 重新出现在社交圈 而且还是非常的活跃 在六月的时候呢 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订了婚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位Tom Buchanan 就是她的老公啦 那订了婚之后呢 因为汤姆很有钱嘛 所以呢 她婚礼哦 有一百多个客人 然后就是为他们整个包下饭店啊 然后还送她一串 就是三十五万美金的珍珠项链 然后乔丹贝克呢 是伴娘之一 但就在婚礼的前一天 她看到戴希整个人喝得醉醺醺的 然后手里拿着一封信 然后就是很激动的就说 把这个项链给她退回去 说戴希已经改变她的心意了 就整个很激动 很像是说她收到了那种旧情人的信 然后就决定说 我不要结婚了 我爱的爱是你 这样子 然后就很歇斯底里 可是她身边的就想说 啊不行啊不行啊 明天就要结婚了 这个时候反悔怎么行呢 所以他们就安抚她 让她安静下来 然后就是努力的把她手上的这个信 抽走这样子 然后隔天早上呢 她又恢复正常 有顺顺利利的嫁给汤姆 而且好像汤姆是她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整个就是完全陷入爱河 只要汤姆不在现场 她就说很激动 她就说汤姆在哪里 汤姆在哪里 这样子 但是很不幸的呢 接下来汤姆她就是出了车祸被爆到 但重点不是车祸 重点是车上有另外一个人 是酒店里面的一位女服务生 那很明显的就是汤姆有其他女伴了 然后还因为这位女伴就手被撞断 所以上了报纸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汤姆可能就是已经开始在不断找情妇的过程 才新婚没有多久 那在这件事情之后 戴希就产下了她的女儿嘛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 就是戴希在她女儿出生的时候 汤姆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 她就也不知道去哪里狂欢了 这样子完全不闻不问 对自己的小孩跟老婆 所以呢就在尼克当时去造访汤姆跟戴希 然后提到说她的邻居是盖兹比的时候 戴希才会很激动的说 Gatsby what Gatsby 就是想说 难不成是当年 我很想要嫁的J Gatsby吗 然后尼克就说 哇还真巧耶 就是这两个旧情人也住太近了吧 然后贝克就说 这当然不是巧合啊 他会买下那栋房子 就是因为他在戴希家的对面啊 所以尼克跟盖兹比在 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不就是尼克看到盖兹比 一直望着远方吗 那个远方就是戴希的家 他买房子只为了 可以天天办派对 希望有一天 戴希会不小心来造访这个派对 他们就可以见面 可是戴希都没有来 戴希可能是非常老钱中的老钱吧 他跟汤姆就是压根没想过 要去造访这个 纸醉经理的派对 所以呢 当盖兹比在这些宾客里面 发现说乔丹真的认识戴希的时候 他才会找乔丹来帮他一个忙 那最后他想要请求到底是什么呢 乔丹就说啦 盖兹比想要尼克邀请戴希 去尼克家 然后盖兹比再顺便造访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幽默 就是盖兹比不是想要戴希去他家哦 是想要戴希去尼克家 然后他再加一这样子 然后他就想说 这个请求也太小了吧 就是戴希来我家 就是星期来我家 有什么不好安排的 但是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做得这么迂回呢 他想说这么一个小小的忙 有需要就是拐弯抹角 弄这么大一出嘛 然后乔丹贝克就说啦 因为盖兹比非常非常害怕 就是把事情弄得很大一出 他希望只是一个小小的会面 轻轻松松 不要好像逼迫戴希去参观他的房子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他希望可以用一种很 就是暧昧的方式呢 让戴希终究可以看见盖兹比现在 成为什么样子 还买下了一个什么样的豪宅这样 所以会觉得说这样子的爱也太疯狂了吧 就是你费尽心思 只希望他可以看到你一眼 或者看到你买下的房子 就你好像也真的没有要 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就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然后他甚至会一直不断的看报纸 甚至就只是为了希望可以看到 戴希的名字出现在上面 所以这件事情他已经布局非常的久 那也会让人想说 戴希当时知道盖兹比的家事 是如此的显赫吗 他知道盖兹比后来 就是在欧洲这样子流浪 然后打了仗立了功 然后回来变成一个就是大亨吗 就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吗 那这个时候读者们也都会很好奇啦 那在乔丹讲这些故事的同时呢 他们也在黑夜中的马车上面行进 那这个时候呢 也因为可能月色正好 这个气氛对了 尼克的心中就不再想着戴希盖兹比 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事情 而是想着他身边这位 就是看起来非常干净结实 然后态度呢 让人有点存疑的女孩 只是他就觉得好像时候到了这样子 在这个气氛的迷惑下 他就忍不住把贝克涌到自己的怀里 然后吻了下去 所以这一章就在这个 有点浪漫的桥段里面结束了 就是尼克他终于知道 盖兹比做了这么多的努力 除了努力买下房子 努力办派对 邀请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讨厌鬼来他家 之外还努力跟尼克成为朋友 掏心掏肺地分享自己的事情 只为了换得家人一笑 家人的一眼这样子 那同时尼克他也不再去想一些别人的事情 他终于认真的专注在自己当下想做的事情 就是跟贝克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的情感关系 尽管他前面自己有说自己没有爱上他 不过现在他可能决定就是 把心胸放得轻松一点 就是他当下就觉得说 这个气氛让他很想要 好好的专注在这个女生身上 然后很想要吻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颇美好的结尾啦 所以第四章就结束在这里啦 所以下一章呢 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 尼克是如何安排盖兹比与代谢会面 以及他们两个人时隔这么久相见 他们还能够再有以前这么好的火花吗 好啦那这两章讨论完 这一集也是非常非常的长 那希望大家还听得开心呢 有任何想要回馈的都可以跟我分享 那其实真的很感谢 每一次大家都会到IG私讯我 我真的内心非常感谢 可以跟大家有这样的交流 然后前阵子刚好我看完一部美剧 叫做白莲花大饭店 The White Lotus 非常非常的推荐很好看 现在我正在看第二季 然后其实在看第一季的时候 我惊觉他非常非常的像 大很小传 就是应该说剧情上面不像啦 因为他在讲的是现在的故事 而且是发生在一间饭店里面的故事 非常有趣 但我觉得他像的地方是 他描写有钱人的 可以说嘴脸吗 或是生态 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样态 我觉得描写非常的四十入扣 而且会忍不住想到大很小传 但我觉得比较常想到的 会是结局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 他确切到底呼应什么的话 大家可以先去看书 或者是可以等我们 大概是两集之后的读书会 会谈到比较结尾 就是关于这些角色们 他们看待是你的心态的部分 好啦那大家如果喜欢这集节目 欢迎分享给你身边 可能会喜欢这样子读书会单元的人 然后也欢迎到我的IG跟我互动 我的IG是AndreaLan8511 所有相关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